虽然清平月讲的主要是宋仁宗这一位皇帝的一生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 里面其实总共出现了被宋三任皇帝的皇后 那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 那就是他们都曾经垂帘听政 你一听这个词是不是都觉得特别的可怕 马上就让人联想到了武则天啊 还有慈禧太后这种人物 那这三位皇后在历史上到底是好是坏呢 他们跟电视剧里演的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 咱们今天就挨个的来说一说 第一位出场的就是宋仁宗的父亲 宋真宗的皇后刘皇后 这位刘皇后在电视剧里一出场呢 就是压在了小皇帝宋仁宗头上的皇太后 而且还被仁宗发现她不是自己的生母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梨猫换太子的故事 她就是故事里那个用梨猫偷逛的皇子 然后陷害李承飞的恶毒皇后 然后在故事里呢 这位可怜的李承飞被打入了冷宫 后来又流落民间 知道我们的包拯包大人闪亮登场 秘密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让母子相认揭穿了刘皇后的恶毒面目 这个故事呢我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 但是脑洞啊咱们得给她十分 问题是呢 包拯是刘皇后去世多年之后才开始出世为官的 也就是说呢这两个人应该是根本就没有过任何的交集 其实这个梨猫换太子的故事呢 是明清时代才出现的 里面的内容呢也是基本完全就是杜撰的 那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咱们来看看史书里的记载 宋史里说呢 这位刘皇后的姓和名都没有记载 因为她没有宗族 所以入宫之后认了宫美做兄弟才改成了刘姓 那宫美是谁呢 黄宋通鉴长边记事本末里说 刘皇后最开始是嫁给这个叫宫美的人的 跟着她来到了汴京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后来呢宫美也太穷 就在她15岁的时候 把她献给了宋太宗的第三个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我想这姑娘当时应该是挺漂亮的 邵氏文件录里说呢 她是成都人 成都出美女嘛 而且呢宋真宗在当时也差不多是15岁的年纪 所以她非常喜欢这个刘氏 但是真宗的乳母和父亲太宗 都不希望她养这个女子在身边 我想大概是怕她红颜祸水吧 所以真宗不得已呢 就把她安置在了别馆 这一放啊 就是14年 在别馆的日子啊 我猜跟我们现在在家自我隔离应该差不多少 我不知道你在家天天是怎么过的 但是据说啊 这位刘氏是利用了这段时间 阅读了大量的诗书来充实自己 宋世丽记载 刘氏不仅聪明还通晓历史 听到朝堂上的事呢 都能记住前因后果 生活简朴 穿的衣服从来不奢侈华贵 处理后宫发生的事情呢 也是赏罚有度 没有不适当的地方 真宗常常批阅奏章到半夜 刘氏都可以回答出来真宗的问题 就这样成为了皇帝能倚重的人 随她入宫之后呢 即使是没有宗族和后台可以支持 最后啊 还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皇后的位置 好 那现在说回来这个李晨妃 她是何许人业 宋世丽说她是杭州人 刚入宫的时候呢 是刘氏的宫女 她的性格庄重寡言 后来被宋真宗纳为了妃子 她怀孕后生下的儿子呢 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宋仁宗从婴儿时期开始呢 就由刘氏和杨淑妃 共同抚养 但史书里是完全没有提到 抢夺啊 或者陷害的部分 也没有什么狸猫 或者是李晨妃 后来被打入冷宫的情节 相反的 黄宋通见长编记事本末里记载 李晨妃入宫时呢 她的弟弟用和才七岁 生活得很困苦 刘氏呢 就差任找到了她的弟弟 给了官职 保她生活无忧 而且这位李晨妃呢 生前也从来不把自己 当做什么特殊的人 而是和先帝的其他嫔妃一样自处 和电视剧里最不一样的是 刘氏生前 宋仁宗都不知道 她不是自己的生母 她称呼刘氏为大娘娘 抚养照顾她的杨婉姨 为小娘娘 宋氏里写到 刘氏尽力保护皇帝 任宗呢 也非常的孝顺刘氏 在刘氏去世前 两人之间都没有丝毫的间隙 但是刘氏去世之后 就有人跳出来 告诉任宗说 刘氏不是她的生母 还说刘氏毒害了李晨妃 任宗呢 一开始也信了 但是开关验尸之后 发现李晨妃 用水银保养的好好的 没有被毒害的迹象 而且呢 她还是以皇后的礼仪下葬的 皇宋通鉴长篇 记事本目里记载 宋仁宗非常的后悔 大叹说 人言岂可信哉 就是说 怎么能轻易相信 别人说的话呢 还一边焚香一边哭泣到 大娘娘平生 罪是非分明了 后来她还亲自抓着 刘氏灵鹫的绳子 来表达孝心 还哭着说 一生辛苦的养育之恩 这辈子该如何回报呢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感情 其实非常的深厚 大概也是因为 刘氏对仁宗 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咱们前面说到呢 这个刘氏 是很有头脑 也很有能力的 在天玺四年的时候 宋真宗久病 不能处理朝政 就常常交给皇后 刘氏来决定 宋真宗还对 当时的大臣们说 那天有皇后辅佐 就不用担心了 潜心元年的时候 真宗崩了 这时候的人宗才13岁 所以群臣上表 请皇太后垂帘听证 那刘氏一开始 其实并没有答应 是三次以后才同意的 就这样呢 她成为了宋朝历史上 第一位摄政的皇太后 宋氏力记载 刘太后号令严明 恩威病失 内外赐予有结 后来呢 有朝臣上书 请刘太后 效仿武后武则天 又尽献了武后临朝徒 但是刘太后生气的 把她撕了 然后扔在了地上说 我不做这种 辜负祖宗的事情 所以史书对她的评价呢 是有吕武之才 无吕武之恶 也就是说呢 她有吕智和武则天的才干 却不像他们一样 心狠手辣 你说这样一位传奇的人物 不知道怎么着 后来就成为了 历史上被黑得 最惨的皇后了 所以真的不能小看 艺术的力量 观众啊 是很容易被误导的 那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真实的历史呢 不妨来订阅我的频道 好 打开小铃铛 接受通知 我希望可以借由 华夏衣冠之美 呈现给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的 真正精髓 好 那咱们下一位 要出场的呢 就是宋仁宗的皇后 曹氏 这位曹氏啊 在电视剧里 最先被评价为 貌丑不治祸君 果然是人言岂可信哉 而且在电视剧里呢 她从小就爱慕仁宗 嫁给仁宗之后呢 却是爱而不得 活得很痛苦 观众啊 看了也痛苦 据说呢 她有一个爱慕 她的忠心类似 实际上啊 史书里并没有 对曹氏外貌的描述 倒是有很写实的 皇后画像可以参考 我觉得呢 以现代的审美观念看 肯定是不够美了 也不符合古人那种 粉面桃花 樱桃小口的审美观 我倒是觉得 旁边两个侍女画的很美啊 哎 果然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皇宋通鉴长编 记事本目里记载 宋仁宗的第一任 皇后郭皇后被废了之后呢 他本来是想让 茶商的女儿 陈氏当皇后 结果皇官严世良 看到之后呢 就问仁宗 您知道这个紫城使 是个什么官吗 那仁宗说不知道 哎 竟然还有皇帝 也不知道的官名 那严世良就告诉皇帝说 紫城使啊 就是大臣家的奴仆 您要是纳了奴仆的女儿 当皇后 岂不是要被人瞧不起了 这才让仁宗 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曹氏进宫之后呢 虽然和仁宗没有爱情 但是宋世良评价 他性格慈善简朴 十分重视农业 经常啊 亲自在后宫里 种植庄稼 采丧养残 而且他写的一首好书法 历史上记载呢 曹氏会劝谏皇帝勤俭 叛兵作乱的时候呢 沉着冷静的指挥内侍们 把守宫门 事后论宫行赏 还有在张贵妃 屡次挑衅的情况下呢 都一再忍让 这些电视剧里呢 基本都演到了 但是可能很多人 在看剧的时候 就特别理解不了 这个曹氏 觉得他这么守规矩 是不是活得太憋屈了 大家想一想啊 他一进宫 就已经是一国之母了 他有什么必要去争宠呢 而且他前面 还有前车之剑 郭皇后就是因为争宠 误伤了皇帝 直接被废掉了 电视剧里演的 这位曹皇后呢 对仁宗总是在一种 期待和失望之间反复 却要硬是压抑着 自己的情绪 但我觉得历史上 这位曹氏 应该是看得很明白 宋仁宗明显的不宠爱他 他自己又是一个 生性简朴的人 根本就不在乎 张贵妃表面上 那点嚣张和排场 反正也动摇不到他的地位 反而呢 为他赢得了宋仁宗 和大臣们的敬重 所以我倒认为 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物 这点呢 也可以在他后来 垂帘听证的时期看出来 宋仁宗驾崩之后呢 宋英宗登基的时候 已经31岁了 并不需要辅佐 但是他极为不久就生病了 黄宋通敬长边 记事本末里记载 宋英宗啊 当时人都认不得了 还胡言乱语 所以群臣们呢 就上表 请曹太后分担国事 曹太后呢 就在域内东门小殿里听证 大家知道 上一位刘太后垂帘听证的时候呢 是和小皇帝一左一右 坐在成名殿这个大殿里的 所以曹太后呢 就是在用行动表明 自己不跟皇帝平起平坐 只是帮忙代理一下 而且呢 他从不擅自下决定 处理政务的时候 自称为吾 也是为了表达不跟皇帝一样 不过曹太后在代办期间呢 还是展现出了 他出色的业务能力 宋氏里说 曹太后经常引经据典 大量的奏章都能记得刚样 而且就算是娘家人也不偏薄 秉公处理 到了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呢 这个宋殷宗的病情刚一好转 曹太后就立即撤了帘子还证 一点都不拖他 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 很清楚自己定位的人 而且拿得起也放得下 殷宗驾崩之后呢 宋神宗继位 后来发生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这个事情呢 震动了整个朝堂 也牵连了很多人 其中王安石就成为了众矢之地 宋氏里记载 曹太后告诉皇帝 王安石虽然有财学 但是怨恨他的人太多了 皇帝要是爱财 想保全他呢 不妨让他先去外地 避一避风头 后来这个变法的反对方 苏氏苏东坡 也因为一首诗获了罪 惨遭文字语 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又是曹太后劝谨宋神宗 把他都讲哭了 才让他回心转意 救了苏氏一命 《少氏文件录》里还记载 曹太后把当年曾经反对 宋英宗即位的大臣奏章 都交给他儿子神宗保管 但是嘱咐他自己死后才可以看 而且绝对不可以降罪给这些大臣 曹太后去世之后 神宗看到了奏章 就开始大哭 而且遵循了太后的遗训 不追究大臣的罪过 这位曹太后历经了三朝的皇帝 英宗和神宗都对他极为尊敬 后代史书也对他的评价极高 堪称是皇后的典范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当年的张贵妃又算得了什么呢 咱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位皇后 就是整部剧里最让人羡慕的高涛涛 为什么说他最令人羡慕呢 因为他和这个小皇帝宋英宗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 这两个人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 宋英宗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夭折了 所以过继了自己的侄子 赵宗时当养子 从四岁起就养在宫里 曹皇后也没有孩子 就把他姐姐的女儿高涛涛养在了身边 这两个孩子同岁 又一起在宫里长大 不仅感情好 姻缘也是早早的就定下了 等到他们15岁大婚的时候 被公众戏称为天子娶儿媳 皇后嫁女儿 而且他们俩婚后感情还一直都特别好 据说高涛涛是宋英宗一生的挚爱 膝下八个子女都是由高涛涛所出 简直就是童话故事了 但是啊 这个宋英宗当上了皇帝才四年 34岁就一年早逝了 儿子宋神宗即位 神宗即位的时候 20岁也是不需要辅证了 但是宋实力记载 神宗36岁的时候呢 得了重病 宰相建议让高太后全同听证 那神宗同意了 同一年呢 这个神宗就崩了 留下了一个才9岁的宋哲宗 于是呢 群臣就再次上表 请太皇太后继续听证辅佐 那高氏呢 就在大臣们的再三请求之后才同意 宋实力对高氏垂帘听证的评价是 临政九年 朝廷清明 华夏安定 他严禁外戚干政 也连结自律 文思院进贡的大大小小的珍奇物件 他终身都没有收取过一件 他被后世称赞为女中尧顺 哇 这评价是相当的高啊 可惜电视剧后来就没有再继续演下去了 其实清明月这部电视剧呢 是很多小伙伴们推荐给我看的 我开始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打着历史剧旗号被魔改的例子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但是这部剧啊 从布景 道具 服装 化妆 人物用语等等呢 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下了功夫去研究的 而且呢 灯光摄影跟美术也很扬眼 拍出了宋代那种素雅的气氛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小说的原作者和编剧都没有魔改历史 比起这些年充斥着荧幕的这些 宫斗剧啊 穿乐剧 古装严情剧 清平乐基本上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 进行的艺术创作 这点实在是太难得了 希望以后的电视剧呢 都能够不为了一点收视率 或者是制造一些噱头 然后制造一些话题性而强制的扭曲历史 然后误导观众 北宋的历史人物中你最喜欢谁呢 还有你最想看到我做什么样的内容呢 都欢迎你在留言区来告诉我 还有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继续做更多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的视频 那咱们下次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